国民党的五都人选在大高雄的部分 秘书长金普聪透露建议名单 以目前民调最高的黄昭顺为角逐人选 但是黄昭顺本人上午态度非常低调 表示要等到中常会宣布才能算数 国民党立委黄昭顺 上午来到了卫武营都会公园的开幕典礼 忙着和民众握手 也忙着说明竞选大高雄的状况 黄昭顺说明现在有办法 没有没有说明 但是在中央都还没有公司 那个秘书长好像有 没有没有真的没有 还没有还没有 不能讲什么人最龙后 我们现在让中央来宣布 这平面因为有报 黄昭顺和立委李复兴比邻而坐 民调目前是以第一的姿态出现 各种活动早就鸭子划水跑得很勤 但是要确认不是秘书长金普聪说了算 黄昭顺还要等中常会来宣布 相较为民进党 陈菊和杨秋星战火激烈 媒体广告的战火出现了第三者的恶意攻击 阵营几乎进入了激烈的肉搏战 还惊动了党主席蔡英文来调停 离五月初的民调越来越近了 民进党似乎在选举的能见度上 引起较多民众和媒体的关注 国民党想要制造话题引起选民的注意 等国民两党的人选确定后 想必又是一番激战的开始 民事新闻南部综合报道